兩名羅辛亞人久後發生生殖 最終釀成命案 一名十九歲緬甸羅辛亞難民 被發現全身赤裸 臥屍在森美蘭芙蓉的住所內 而同住的四十歲同鄉嫌犯 昨天晚上幹案之後連夜逃到檳城 但最終還是難逃境往 可以被捕捕包機 加上只是穿了 還沒有採訪 但今天殺害我 occup Aires是不是老闆? 福隆警方是在今早时点接获头报 指屋内发现遗体 而初步调查死者是被力气智伤 腹部旁 前犯昨天晚上干案之后便逃跑 而经过追查 在槟城警察总部刑事调查局 重案组的协助下 嫌犯下午在槟城大山角落网 调查也发现 嫌犯曾有持武器伤人的记录 但是警方没有在案发屋内或附近范围 寻获任何智商死者的武器 可能被嫌犯带离现场或逃离途中丢弃 警方将援引刑事法典302谋杀条文调查 换事赢定了 相当以后 顶恨犯的处理 预定 预定